韋玲 究竟真相如何 季先生 让我来说吧 兴磊是我们的儿子 二十六年前 我老婆和季太太 同在一家医院生产 你太太早产 婴儿生下来就死了 而我的儿子 一生下来就得了一场大病 治他这个病 需要很大一笔医药费 可我们全家 一日三餐都困难 拿什么给孩子治病呢 没办法 只好忍痛 把儿子送给了季太太 这是真的吗 我是不得已的 我害怕失去你 失去妈妈的疼爱 方知情不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她因为生不出一儿半女 才跟妈闹翻 落到离婚的下场 我要保护我的婚姻呢 其中事情你都做得出来 我跟妈用尽一切去爱心雷 去栽培她 今天你告诉我 心里不是我亲生的 我怎么能够接受 我爱 你不要怪我 我只是一个需要家 需要爱的女人 当我失去儿子的那一刻 我简直是痛不欲生 想到你和妈的期盼 就这样落空了 我更是恐慌到了极点 我必须靠我自己 找出一条生路 而心里就是我 唯一的生路啊 我不要再听你的借口了 你总是有理由的 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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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她情况怎么样 病人脑部受到撞击 索性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受了轻微的脑震荡 经过处置 已经稳定下来了 你们可以放心 等她醒来就没事了 谢谢医生 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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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孙子 你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你们是什么 谁啊 妈 她叫彭震东 还有她的太太姜梅 这对夫妇说 我们欣雷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今天会出这种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俩 舍不得欣雷出国 在车后追篮 欣雷为了下车跟他们谈话 才惹出车祸的 你们是欣雷的亲生父母 这简直 这简直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啊 不害 难道 欣雷 不是你跟韦玲生了儿子 妈 我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到今天才知道 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 就死了 所以韦玲就抱了他们的儿子 来冒充我们季家的孩子 骗了我们二十几年 你给我说 他们所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吗 你说话呀 妈 我的儿子他死了 我痛苦地想死掉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要生个儿子 为季家生个儿子 妈 妈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快坐下 妈 妈 爸 我会不会被判刑啊 没事的 不是都问过话 也做过笔录了吗 你是无意的 不要太担心了 季妈妈和那对夫妻 为了兴蕾的事情 在餐厅外争吵的时候 被我无意中听到了 你知道兴蕾不是 季家的亲骨肉 因此有希望和小杨复合 所以你急着要把兴蕾 带出国 永威呀 为了爱情 你不择手段 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了 你知道吗 你还不断地谎话连篇 爱情怎么会使你变得如此巧了 爸 我后悔了呀 我知道错了 爸 只要星雷醒来 我愿意退让 你相信我 我说的是真的 爸爸相信你 相信你 爸 如飞 你们 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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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让开 想干什么呀 要不是因为你们 星雷今天会躺在床上吗 要不是你一心想把他送出国 他会落到这个下场吗 是你害了他的 你们这对夫妻 妄恩负义 二十多年前在医院 你们说 只要能救活他 你们就会认命 就全当没生过这个孩子呀 你们也答应 从此不会再接触星蕾的 可是现在 你们毁了 我苦心为星蕾经营的一切 不 如果星蕾过得好好的 我们会一辈子不开这个口 可是 你看他 他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如果 他知道自己不是季家的儿子 他就可以从可怕的阴影中 解脱了 告诉他真相 会让他失去所有的一切 你们只会带给他更大的痛苦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只要保护我的儿子 你给我闭嘴 你出去 他是我的儿子 我是他喊了二十多年的妈 妈 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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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你不要误会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啊 我已经听清楚了 刚才他们说的 是真的吗 星蕾 我们 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是我们的儿子 对 星蕾 星蕾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这是事实 季太太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想瞒也瞒不了了 你给我住嘴 出去 你给我出去 我明白了 之前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你以为现在你跑来 你告诉你是我妈 我就能接受了吗 我 你们出去 星蕾 你们出去 出去 好好好 星蕾 你别激动 妈这就出去 妈这就出去 我们出去 我们出去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星蕾 伤势怎么样 他们不是今天出国吗 怎么会出这样的意外 好 你先照顾永威 我马上要带小杨过去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啊 星蕾出车祸了 子文要我马上带小杨过去 你 我把他儿子还回ật 我马上带小杨过去 你 我马上要带小杨过去 你 鲁带小杨过去 什么 星雷喜欢的那个女孩 够了没有 不要在这里骚扰人了好吗 我要说 姑娘 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星雷不是你弟弟 你说什么 我们是星雷的亲生父母王 是啊 小瑶 恭喜你方之情 看来最后的赢家 还是属于你的 你听说了 很荒谬是不是 我们居然 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居然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这真的是我的命运吗 这太不真实了 星雷 不管你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在我的心里面 永远是那个充满热情 充满自信的季星雷 是吗 我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去面对 我到底是谁 我用寄星雷这三个字 度过了我的人生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真的不明白 我能了解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我能够了解 未来 未来该怎么办 我还该怎么办呢 跟我最亲近的家人 在一瞬间 都变成毫不相干的人了 星雷 你爸爸不是那么无情的人 毕竟你们做了二十多年的父子 你们应该好好谈谈 星雷 在人的一生中 有太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 像小杨 之前他也经历了极大的痛苦 可他挺过来了 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的 小杨是从失去了一切 慢慢地找回了所有 而我呢 而我却跟他相反 我是在一瞬间 什么都没有了 之前还大言不惭 去安慰小杨 真是讽刺 原来我的货的 都是假的 当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根本就无法面对 我根本就无法面对 我就无法拜托 我存在的家庭 小杨 我们究竟是什么 是恋人 是姐弟 还是好不相干的人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失业 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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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去啊 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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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小杨 星雷 小杨 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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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啦 小杨 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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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妈 什么跟什么呀 搞了半天 小杨和星雷 不是一家人啊 小杨 我看你这一缸子眼泪 算是白流喽 蜜玉真是捉弄人哪 解家现在啊 一定闹得不可开交 那是一定的 我到医院 看到季太太那个样子 真是很可怜 你同情那个女人干嘛 她是活该 她自找的 这就叫报应 季家两个婆娘啊 老子少的一副德行 又吊钻又讨厌 我看他们这回 还拽得起来不 妈 你早知道今天这样 当初也就不用反对 小杨跟星雷了 绕了一大圈 还不是绕了一个白忙活 你懂什么 就知道下车 妈 你就知道教训我 也不对啊 又怎么了 您想想看啊 那季星雷 不是挣伟铃声的 那小杨不就成了 季家唯一的孩子了吗 这下可热闹了 要是按照季家老太太的脾气 非要小杨认祖归宗啊 等着瞧吧 季家老太太 马上就要来上门认亲了 可恨啊 可恨哪 寄予厚望的孙子 居然是人家的孩子 二十年了 他还一直冷眼旁观 居然沉得住气 季雷跟小杨一样 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尤其是季雷 抚养他 疼他 爱他二十几年 这份情断不了啊 是啊 这么多年 都疼入心了 要真让彭家带走 我舍不得 不害 这下季家 唯一的后代 只有小杨了 你说 能不赶紧让他认祖归宗吗 啊 虽然 我证实了我跟小杨的身世 我们终于可以厮守一生了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感到绝望 一想到 我那么卑微的出身 所有的自信 都从我身体里 彻底的抽烈 我觉得自己 就好像是个骗子 假结季星雷这个名字 活了二十多年 一旦揭穿 我只剩下自卑 我根本无法面对小杨 我没有勇气尝试爱情 当我失去季星雷这个名字 就失去了自信 与爱人的能力 他们人呢 渤海 清明呢 他不见了 昨天晚上他跑出去 我找了他一个晚上 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 没找着人 你怎么不通知我呢 我以为 你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会对星雷有不同的看法 郑伟玲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结婚这么多年 你还是不了解我 我跟星雷 有二十多年的父子感情 能说断就断吗 渤海 我 我没心情跟你说话 老实说 从现在开始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了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维持我们家的完整啊 不要为你的欺骗再说谎话 我不想再听了 我去找星雷 你现在应该做的 是好好地想一想 该怎么安慰星雷 去抚平你所造成的伤害 渤海 渤海 我自己认为 星雷 你在哪儿 你真不要妈了吗 从你出生起 我拿你当亲生的儿子看待 我哪点亏待你呢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看清我 不肯原谅我 心雷 你也应该守着妈才是啊 一大把年纪了 还不能享受天伦之乐 看着这空荡荡的家 心雷回来了 妈 心雷回来了没有啊 你还回来干什么 妈 我是渤海的妻子 这是我的家 我当然得回来 你把这儿当家了吗 是多年了 你竟然瞒得下来 这么多年 我本来以为 我很了解你了 没想到 还是走了眼了 妈 我能这么做 都是您逼的 如果当年 没有心雷这个孩子 您会对我怎么样 难道不会像 当年对待方之勤一样 逼我跟渤海离婚吗 我已经不能再生育了 您要我拿什么 跟你交代啊 是命运可怜我 是命运给了我机会 让我拥有了心雷 才维持住在这个家的地位 到现在你还知迷 我还有话说 郑伟玲 你真的很可悲 守着这个秘密 欺骗了我们二十多年 还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 面对心雷的时候 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我当然不会愧疚 因为我是尽心尽力的侍奉妈 照顾家庭 对心雷 我更是掏心掏肺 二十多年来 我问心无愧 你还振振有词 你不觉得理亏 伯涵 别跟他吵来 你瞧他那副样子 简直就是发疯了 伟玲啊 上你那屋收拾收拾衣服 今天就搬出这个家 我会让渤海 尽快把离婚手续办妥 妈 您 您真的这么狠心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怨不得我 渤海 你说话 你说话呀 你这样和我离婚吗 二十多年的夫妻情分 难道你一点都不顾眼吗 没想到 我努力了二十几年 还是回到当初那个原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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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眼 那 你 好 我 我 这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这二十多年 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呀 恐怕失去的更多吧 卫玲 卫玲 都无话可说了吗 我希望你痛定思痛 好好自我反省 为什么到今天 你会落得一无所有 事到如今 你还不忘记教训我 我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能在婚前认清你们 二十多年来 我怀抱着这种迁疚 小心翼翼地活着 为了这份迁疚 我用我的生命 一辈子都为季家奉献着 可终究 我缓不来你们一丝丝的体贴与谅解呀 还是落得被扫地出门的下场 郑伟林啊郑伟林 你真的是太傻 太傻了 太傻了 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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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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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